腰里受软身的普鲁类 起体在澳大利亚 东部地区和塔斯玛的亚洲 它们的嘴巴圈压着扁扁的口味 也不一样 其实很短 屋子巨钩爪 指尖有普库式鸭筑 尾巴扁平 身体为黑恶色 有容易的毛发 体型不大 体长约30到48公分 往常在10到15公分间 体动约0.5到2公斤 和普鲁齐万亚洲 一生都过得独居的生活 它们喜欢 继续在河川或湖岸边 用它们的胃硬 而起到婆家从来去自如 变到河岸 湖边的岸上 怕洞居住 在山子寄绝里 蝇雅水兽跟着爪在溪流岸边 挖掉墙隧道 在一端煮一个槽 在身上一到三个 因为小鸟蛋大小 由蝇雅水兽 蹲着爆软 它软在残出 前里在母体内发育15天了 蝇雅水兽忽然 其主不出户 因为时间后就能浮华 蝇雅水兽浮华后会从母兽 腹部密入母孔 吸收骨质卫生 然后慢慢发育 经过四个月的补物期 才能够独立生活 但又到两岁半才算是成年 蝇雅水兽是夜行新动物 清晨和黄昏是烈食的时间 鸭嘴受到雷底活动时 眼睛耳朵和鼻子都是关起来的 它们没有牙齿 它全部感觉很敏锐 就靠着怪物的感电受体 可真知道旁边 没有其他动物经过 生性内向害羞 肉食性 密补贾克类动物 蚯蚓及其他乳融为生 给我食物可占穿嘴巴内侧两个带状夹囊 等上暗号再一吐围 嘴里煮起来 遇到敌人除了逃跑 和隐身之外 防卫力量薄弱 吸引到雄性压底瘦 后知有尖刺 可分泌和毒性物质 不少 那或者其他人的侵犯 人类被刺到后 也会造成 严重疼痛 将军毛皮 可制疲惑 所以 会曾经遭到大量捕杀 最后澳洲政府下令禁止狩猎 还保护它们 咬嘴兽已成为澳大利亚的象征 常作为全国性活动的吉祥物 另外 澳大利亚二十分硬币 海面突然变成在水里的咬嘴兽